孔雀护尾的教训 罗州的山里生活着许多孔雀 它们通常几十只搭伴 成群地飞翔在山脚和西河沿岸 此孔雀的尾巴比较短 既没有熊孔雀尾巴那样威武 也不像熊孔雀尾巴那样 呈现要人眼目的金色和翠色 熊孔雀的尾巴虽然很壮观 但生长缓慢 一般出生后 经过三年才能长出短小的尾巴 经过五年才能长成绚丽的尾皮 而且成熟的尾皮 并不是永远保持着逊丽的色彩 只是在春天才会呈现出漂亮的羽毛 仅过三四个月又摔落枯萎了 它们的尾巴几乎同森林里的花朵一起开放 又同时凋零 正因为这样 熊孔雀都真爱自己的尾巴 并嫉妒其他孔雀的尾巴 它们在山里栖息的时候 总是先选择好放置尾巴的地方 然后才安稳地休息 孔雀美丽的尾巴 招来了不少捕捉它的人 那些南方人 大都在老天下暴雨的时候 来到森林里孔雀栖息的地方 因为这时候 孔雀的长尾巴 已被水淋湿 分量很重 孔雀担心飞翔起来 会脱脏拽坏 就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当捕捉它的人走近前 手触到它的时候 它也绝不肯飞翔 唯恐损坏了它的漂亮的尾皮 就这样 孔雀为了护理好一条美丽的尾巴 而被人活活捉住 复言 在动物当中 大概要数孔雀最傻 它不懂得生命比尾巴更珍贵 它只专心一意地 不顾一切地保护尾巴 却不仅尾巴保不住 连尾巴所赋予生长的身体 也因此而丢掉 别的动物中 如狗知道断尾求生 但是孔雀不懂 这则一言告诫我们 办事要权衡轻重 不可顾莫失本 因小失大 本篇出自唐代牛肃记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